刚刚我们讲到了电商发达 让零售百货业面临消费力下滑的冲击 但另一头让某些特定行业欣欣向荣 比方说模特这一块可别小看 根据淘宝公布的数据 光是网购模特半年的产值高达11亿人民币 那么接着带您走访的不是北上广 而是大陆浙江同乡 看起来这里不像是个时尚之都 但不止大陆本地的模特 连不少来自美国德国的外籍模特 都选择在这打工 他的拍照报酬已穿了几件衣服 也就是按键记筹来计算 业绩量大的一天拍下来 最高薪水可以拿到台币15万 时尚华服美女 但你能想象这一切发生在这吗 三轮车满街跑 这里是浙江同乡 在大陆属于二三线城市 怎么看都不像有时尚产业 但这里是全中国最大的羊毛山交易市场 2013年交易额高达230亿人民币 每一个厂家不只制造也自己卖货 当然这年头卖衣服不能只靠实体店面 走进这小乡镇会发现这里淘宝的相关语特别多 每个卖衣服的店家都有淘宝店 因此催生了模特经济 那一本呢我想要有那个韩国模特 那么如果我要大一呢 我就是要那种像这种外面 你看以前我们是光挂在那种模特上 就是那种模特架上的 不好看 不灵魂不和嘛 你真正的请人拍出来 弄了模特之后 拍出业界的成长 要知道吗 全是面白 现在我的用模特之后 等于是全国各地 包括国外都可以看到我的衣服 我放到网上 有一些都可以跟我评 电子商务推播 主板对 这模特的需求也不断加大 许多比一时美国等外 一模特的 到这大 中 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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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洋模特儿 大陆的本土模特儿 更是纷纷弃居北上广 甘愿来到这小镇发展 王滕23岁的东北姑娘 模特儿经历八年 一直在北京走踢台秀 但去年开始来到同乡 哇 爱姐啊 啊 我叫我 啊 啊 我叫我 我的路上的 我的路上的车 车干堵 今天 有五个公分 一大清早 水果塞了就往嘴里送 是为了保持身材 但更多的是 没有时间吃 那你自然演 六月到九月 是羊毛山市场的拍摄 旺季 王滕最高工作时数 清晨四点出门 晚上十一点才回家 一天身上换了多少件衣服 自己都数不清 因为在北京的话 就是有可能 我一天面八个面试 有可能就是说更多 但是不一定 一个都能面上 有可能你这一星期 一个星期就在写活动 有可能你下一个星期 就是没有活动 你只能在家坐着 跟他打电话叫你 一来到这边以后 就是你自己不出 还有就是会有人去叫你 比较红的模特 他可能一件衣服的 这个模特的费用 在150或到200块钱之间 那一天呢 可能要最wound的时候 一天要拍两到三百件 平均每天也有一百多件的样子 所以说他每天的 这个模特的费用 可能就两三万 一天 一天 两三万 平均不断 每天工作排得满满的 收入也直线上升 王腾很满意这样的生活 但他说 其实在离开北京 出道同乡时 他一度怀疑 这乡下地方 有模特的需求吗 我刚来这个时候 我就 我是不是走错了 我说 这不是城市 我说这么多服装厂 我说完了 就是因为在我印象中 浙江义乌 温州 就皮鞋 什么小商品 我说完了 这有发展吗 我说这边人懂时尚吗 深入之后发现工作多的接不完 网购模特需求大 王腾改变心态 要从梯台转为平面模特 因为就像在北京的时候 是不怎么接 就是平面淘宝 我总管就不适合我 我个子比较高 来到这边 都感觉这边的模特 都是那种一米七左右的 玲珑女子 像我这种玲珑 然后就是 他们也不相信 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 online shopping的年代 模特的发展也发生变化 淘宝有超过600万家的网店 淘宝甚至推出 陶女郎的服务平台 为网店店主提供模特 收入高的 相当于一线城市 普通白领半年的收入 电商的发达 促成了另类的模特经济 达出 键 6